劳助情依尚心无人愿意发生 但如果是不幸出现 当然如今改革如何 以往这些党顺求法律的帮助 最多了时间 所以为9年开始 劳工教就有提供条件的合目 既为统计条件心理的素领 更达出现 6年到着劳助的问题 欧洲人很惊讶 因为一般都是要跟欢迎来改革 你逐中9年开始 就有劳工教来加力 不可以帮忙条件 条件心理的均更达出现 这期中表达2.3新劳助情依 无论大部分都是大量改革 造成之前费上关问题 所以企务乐工教就来帮忙改革 其实也会主动来帮忙协议 就是希望可以降低情依发生 我们今年比较起来 同期我们今年是540千 今年是514千 所以劳助 我那时候都说 是不是大家都跑到法院去 所以看起来还是没有落差不大 所以应该也没有这样造成 可能有大家敢说 去法院感到心灌的均更好 另外一部分我们没有希望 劳助情依参新 所以我们要防止劳资争议 这样的让大家 大家劳资双方说 我认共事不会产生劳资争议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督到 大量解雇 或是有比较大的 这样的解雇员工的部分 我们都会跟劳助相同开协调会 说明会 事连现在跟9年同样的时间 落资争的案件是增加43天 新中百分之八两三十六 不过这部份感受到以前的影响 又是要再观察 对着以前的部份 叫做王心机也拿到 如果有构助青菜减班 甚至是改革 不准过相会较掉 落资争由六甲叫来申求帮忙 除了构助再到六甲 其实六甲也会提供构助 现在因为疫情经营困难 希望落资争 让落资争议 资金作会 抖过难关 既然成为一致政府才方不得